常常渣男都會戴帽子 藍色帽子 白色外套 然後黑色褲子 好 謝謝 感謝同學勇敢的舉發 歡迎收看托魯 干大師要幹什麼的事 我是小烏婆恩妮 我是條米雪雪恩 我們是 來自高雄的玄泥組合 今天的托魯主題就是 渣男渣女戀愛大公式 你覺得渣男會有什麼樣的特徵 然後 對每個女生都很好 江翰 對 他還有一點就是 可能跟女生在一起之後 很快就唸 可能發生完關係啊之後就 直接說 這個真的太誇張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要去問問看 大學生有沒有遇過渣男渣女 那我們就趕快去問問看 大學生的想法吧 GO 中學也想問你們有沒有遇過渣男 有 因為他在上班嘛 他就跟我說他很忙 他沒有事件 然後就會說 那可能我們一個禮拜只能見面 一次啊 或是一個月只能見面兩三次這樣 然後結果呢就是他跟我說他很忙時間 我就會滑動態 就會看到他 跟他朋友去跑山啊 然後出去吃飯幹嘛的 然後就是反正 他就是跟朋友都很有時間 然後 所以我就是都沒空 然後結果發現 他手機裡面還有交友軟體 我覺得渣男渣女會 玩弄感情 放上渣男都會戴帽子 藍色帽子 白色外套 然後黑色褲子 好 謝謝 感謝同學勇敢的舉發 我覺得渣女就是很容易會讓男生誤會的那一種 那你們有沒有遇過渣女 我們滷啊 對我們 我們是工具 我們是工具箱啊 我們就對 就是兩個人 我們相近 所以會變成工具人 就會變成工具箱 然後我們會有分 就是可能 早餐主 早餐主啊 宵夜主 然後 起床主 起床主 就欸不好意思可以叫我起床嗎 你們可以叫我起床嗎 好可以去見 然後就馬上 我們先 有遇過 他是在 交友軟體上遇到的 因為我也有大概知道他們的過程 然後他們其實一開始 聊得都很穩定 然後他們就是有出來 但其實那個男生就是 對很多女生都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他們有約出來幾次 就前幾次其實都還不錯 但後來他就是 他們去喝酒 然後他就是 他不知道他被殺了 然後他後來有 跟我講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沒有這樣解釋了 那你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 知道要怎麼判斷 他是渣男 這樣是醜不醜 他長得很醜 他一定是渣男 我發現台灣男生真的長得比較 這個 那你們覺得渣男渣女 他們會有什麼固定的分手方式 什麼感覺 跟暴力 訊息都不火壓大 電話也不直接那種 只要你想分手 什麼都可以成為理由 哦 對啦 我們有個洞窟的朋友 不太算渣 可是那個理由蠻瞎 那女生呢 分手很多理由嘛 其中一個理由是 吃飯 嘴巴會張開 對 他說他不喜歡吃飯的時候 嘴巴會張開的難受 可能是在咬的過程 就是會有那個 這個聲音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聽起來他自己吃飯就覺得 因為有些人吃飯就覺得要比 可能是他長得不錯 可能是他長得不錯 哦 這樣有道理吧 那你有沒有想對他說一句話 你很醜 你真的很醜 你看不上我 今天你才有現在的我 對 認識你我很開心 哇 渣男吧 這渣男 不是 很高興認識你 一句話 一句話 對渣女 對渣女 現在這一隻我在當你的工具人 哇 不是工具小組的主頭啊 渣男都下第一 同學請問你們有遇過渣男渣女嗎 有啊 怎麼可能沒有 那時候是跟其中一個曖昧對象 跟他聊了兩天 然後就馬上就暈 然後後來我就騎著一個多小時的車 到他家樓下去送早餐給他 但是我就傳訊息給他 說我要去你家樓下 但是他都沒有回 他都沒有回訊息 我就把早餐掛在他的機車上面 然後後來我就自己再默默擠回家 然後最後才知道原來他那時候 把那個早餐帶到樓上去 然後跟另外一個人吃那個早餐 我之前 可是我覺得這樣不算就是 可是我朋友說我這樣很雜 就是我可能就會跟他講說 喔我只有跟你在聊天 但其實我跟很多人在聊天 但是我每個都這樣講 就是喔我都把時間留給你 可是我就覺得 大家應該都這樣吧 就每個人可能都 確定 就是每個人可能就是 欸我跟妳講我都只有跟你聊天 但是其實大家都跟每個人都在聊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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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都是這樣 醒醒了 渣男渣女就是會比較利用我們這樣子 那你是怎麼樣發現他是在利用我們 跑腿的頻率越來越高了 然後價格也越來越高 之前可能是 可能買便當之類的 那後面就是 出去喝酒之類的 是我在幫他變錢這樣子 那後來你怎麼去把這段 就是關係給結束掉 我就沒有什麼在跟他聯絡 我就說我沒錢這樣子 那你研究一下他這個人 你覺得渣男渣女有什麼特徵 天然滅雨會長很多 讓你暈出來 然後最後再 什麼都不講然後就直接跑掉 可是我覺得 長得醜的才是渣 他長得很醜他一定是渣男 他如果就是很風趣啊什麼之類 就欸這個人很有趣 雖然他長得 其貌不養 就是就是 有點東西在肚子裡面 女生就會很 就是好像滿不錯的這樣子 可是這種就是很渣 那如果帥的男生這樣就是加分 接著我們找到一位前渣男來現身說法 因為我那時候交第一任女朋友 然後我就 還不懂感情 然後就做很多 情緒勒索啊 雙標啊 自我中心啊 然後又 但那時候 渣男心態就當下都 都不會知道 但之後你才知道 原來自己那時候是錯 就是那時候我跟我的前女友 中間分手兩次 只分了一個月就複合 可是我那一個月就是 然後再把學妹甩掉 然後再去找她 然後重點是 那那個學妹怎麼辦 就是 那我可以講一下就是 現在為什麼加一個前渣男 就是後來前女友改變我太多了 就是她讓我相信世界是真的有真愛的 然後就完全被淨化 所以才變得稍微還可以的一個狀態 在當下一定不會覺得 自己是渣男或渣男 就你一定要失去什麼的 然後真的走一遍 才會大徹大悟